第一件事就是问卷帮我填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帮我下载云端上面的这个范例档 范例档部分的话,这边是一个VIP 你把它下载之后的话,你可以按右键或者你点开来 然后直接从这边也可以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它是一个VIP档 所以请各位就是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如果各位假设把范例档解压缩之后 里面内容大概长这样,包含就是说1到5类的练习题 然后还有进阶的练习题 今天我们会先从第一类开始 就是先从第一类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个范例 所以请各位完成,第二件事情就是下载那个练习档 然后这个练习档的话,帮我 打开第一个练习题 那第一个练习题,其实这也是 工作上会蛮常遇到,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那个F到H FGH这三栏的资料 里面的资料呢,帮我合并之后 把它合并之后呢 变成一个手机的完整号码 当然它这个只是手机号码里面的一部分 总共你可以看到 电话号码开头一定是09 所以后面补一个11 然后呢,再来就是区码 就是3码,中间加个简号 末码 OK 那区码跟末码需要一个规则啦 就是说一定要3码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它里面 没有 不足3码的话 那要自动补零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三栏的资料 快速的变成 一个手机的完整号码 那方法很多啦 当然 你要比较慢的方法 最笨的方法就是土法链钢嘛 然后呢稍微再快一点的方法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函数 那再更快一点也许你可以录制聚集 变成按钮 所以按钮按下去自动就可以把 事情给完成了 那也许理论上我会做两个按钮吧 一个就是什么 按下去手机就可以自动帮我把它 串接在一起了 就是后面资料串过来 然后一个是清除 所以你可以 假设啦 之后呢 每天都要做类似的动作 那你不妨 也可以把它变成 类似 一个 固定的一个程式 按下它自动执行 那再来就是说 录制聚集 这个也是 Excel里面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帮你把重复的事情 把它变成VBA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话 当然 如果呢 稍微再更复杂一点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写 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们慢慢就延伸到VBA的部分 OK 所以渐进的啦 就是说从函数 变成公式 公式输入到这里 然后再变成 再变聚集 然后之后的话呢 再结合VBA 那也就是说呢 同学常常问到说 老师有些事情 不知道Excel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函数可以办到 当然理论上 现在因为工作太复杂 所以很多函数基本上Excel 里面的函数 已经慢慢不复实用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恐怕想到 要不就是说 你用录制聚集 要不然就是说你可能 要懂得自己写VBA程式 不然的话有些复杂的事情 如果 要利用那个 就是 土把链刚完成 真的是太浪费时间 没有效率啦 所以请各位呢 先试着 帮我完成刚刚讲的两件事 所以 刚刚那个网址 我要把它放在 就是 这个讯息里面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填一下 课前问卷 课前问卷 那个 填完之后的话 再帮我到那个下载区里面 去下载那个范例档 另外顺便提一下 范例档 另外我们讲义的话 其实也在云端上面 所以 之后的所有资料 都在云端里面 云端 讲义的话 是在云端白板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看一些相关的参考答案的话 那你们可以 按照1到5类 比如说我今天是第1类的话 你可以点击 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个01文字与资料函数程式 那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道题的相关 参考的解答 参考的一个讲义 里面包含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完成 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的话 里面可能会需要 学会哪一些函数 但其 其中可能比较重要 像REPT 像LEN MID 这个是还蛮常用到的 像LEPS跟IF OK 这些函数 后面的话 这边我有把答案就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设 我讲完之后 你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其实你可以 再到那个云端 上面找一下 特别之于是在 刚刚讲那个网址里面 记得是在云端白板画面里面 OK 那这个地方请各位 先试着做做看 那一样我每一个 段落 我会再把那个 就是共用先 停止一下 也是其实在 如果在教室上课的话 等于就是把那个 因为教室上课的话有一个广播系统 等于是说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另外的话我每次上课 也会 就是 一段 就是录影的话 就是录一段大概10分钟左右 等于是说 我大概原则上 会讲一部分 可能大概10分钟左右 那讲完一个段落之后的话 也会让各位练习一下 你可以试着操作 所以请各位 试着完成刚刚两件事 一个是 线上的课前问卷 让我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第二件事的话 就是 下载那个练习 练习档 OK 就是在云端 刚刚 我给各位那个两个连结 第二个连结 然后 并且稍微看一下云端上面的讲义 云端讲义 实际上是在云端白板画面里面 然后呢 之后每一次上课的相关资料 相关的影片 会放在教学论坛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 我不确定说大家同学 那个程度是不是每个都 都 都算是进阶以上 如果是进阶以上的话 那当然呢 可能 也许你 不需要 特别在复习 也许你就懂 就会 就学会 但是如果你假设程度 你觉得 估计 你可能会 怕有一些些地方 会怕跟不上的话 那也不用担心 会把影片录下来 如果你假设每次都想要说到影片的话 就可以自行再加入 这个部分可以 你可以 试自己的 这个 程度 去选择要不要加到那个 论坛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